我又去三 欸 你剛剛有沒有認真聽啊 怎麼突然唱喜哥來了 當然有啊 你知道嗎 我剛剛唱的這首歌裡面 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了解 並且學習的故事喔 這我知道 這是蔡依林演唱的不一樣又怎樣 而且啊 在她演唱會的時候 其中一支紀錄片 更引曾凱欣老師為主題 作為拍攝主軸喔 那 接下來就讓我們請 來 告訴我們學員們 幫我們來分享相關的問題吧 讓我們歡迎百齡高中 探討台灣對變性人的想法 以曾凱欣老師為例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各位教授大家好 我是百齡高中203的李夫柴 我是百齡高中203班的幹預化 我們這組的題目是 探討台灣對變性人的議題 以曾凱欣老師為例 動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報章雜誌 或是媒體上面聽過曾凱欣老師 曾凱欣老師她曾經上過 蔡依林的巡迴演唱會 台北站不一樣又怎樣 擔任特別嘉賓 至於為什麼老師會擔任特別嘉賓呢 因為老師她是一名變性人 演唱會利用紀錄片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 來告訴每個社會的大眾 性別不安與跨性別的議題 於是老師她就擔任了特別嘉賓 來告訴我們社會的每個人 每個人都應該要受到尊重 不因跨性別或是任何而受到歧視 嚴正目的 第一個 我們認識變性人以及變性手術 第二個 從訪問了解變性人他們變性的動機 第三個 從訪問了解變性人他們在社會眼光下的顧慮 第四個 從問卷了解大家對變性人的接受度 我們的研究步驟分為五個步驟 第一個當然就是確定主題 第二個 文獻整理 文獻整理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對變性人的法律規範 甚至他的手術部分都十分的不了解 所以我認為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步驟 設計問卷 設計問卷 要給誰呢 當然就是給我們的親朋好友社會大眾 我們發出75份回收50份 第二個部分就是訪問曾凱欣老師 因為每個人他的變性過程 或是他的心路歷程 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個步驟 就是統整上述的三個資料 最後我們得出結論 變性者 何謂變性者呢 就是指他們利用變性手術 來改變他們原有的身體性別 讓他們的心體性別 與身體性別是一致的 第二個 就是適時的變性手術 可以幫助變性人 他們在社會上面的適應更好 第三個 想要變性的原因 目前還是不確定的 也許是因為在胚胎時 他們克爾蒙分布不均 或是他們後天的影響 而導致他們想要跨性別 變性手術的規定 台灣其實對變性手術的規定 這一方面其實是非常的不完善 我們只有內政部 發布的0970062240字號 這有三個規則 第一個必須年滿20歲 第二個使兩位精神科醫師評估的 診斷書 第三個合格依據 合格 醫療機構所開具的 性器官拆除之 診斷書 誰是曾凱欣老師呢 曾凱欣老師他原名 三國昌 他是一名生物老師 他就任於台中藝中 然後他是在2015年的時候 踏入了手術房 並且成功地跨了性別 至於我們是用什麼方式 來跟曾凱欣老師做聯繫呢 我們是用FB上面的Messenger 來跟老師做電話的訪談 我們的訪問內容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個變性的動機 老師說他其實 他想要變性這個想法 他沒有什麼事情觸發的 他七八歲的時候就認為 自己應該要是個女生 第二個有關手術的問題 老實說 每個人的狀況會不一樣 有人的回診次數要非常的多 有人甚至不需要回診 第三個變性後的顧慮 當然就是他的家人不吃辭 他的母親在他進手術房之前 都是不吃辭的 但手術之後 他們母女倆有慢慢解凍的景象 然後變性後活出自我的感覺 老實說他有一種非常自帶 然後他認為他身體是完整的 然後第五個 對變性的人 有變性想法的人給意見 他說手術之前 最好就要能適應這個新角色的生活 甚至親朋好友的直直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是你所在的環境 其實是對這種跨性別者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麼你可以考慮考慮 要不要換個新環境 換個心情 再去做變性手術 接下來是問卷的部分 問卷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四個圖片來討論 第一個部分是 你對性別的滿意度 看想不想做變性手術 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是有36%的人不滿意自己的性別 可是大家都不會想做變性手術 接下來是想不想 就是對身邊人變性的 接受度和對身邊人變性的支持度 這邊可以看到大部分是比較能夠接受 就關係離自己比較遠的人 像是朋友或老師 可以變性 可是他們不能接受 像關係離自己的 像家人或另一半的變性 然後支持度也是一樣的 這邊還可以看到 這邊的另一半的反對 有高達90% 就是6% 就是從我們的問卷 我們可以了解到 就是性別不滿意 不一定會等人想要做變性手術 那可能是會因為一些傳統的 中男輕女的觀念 或其他因素 就導致他對自己的性別不滿意 可是他們都不會想去做變性手術 所以說做變性手術 是需要很強力的決心的 當然是關係越近 然後支持度和接受度越低 關係越遠 支持度和接受度越高 再來第四個是 支持程度又比接受程度來不低 這邊可以以朋友的支持度 跟接受度來舉例 這邊可以看到 朋友的接受度有68% 可是 可是朋友的支持度 這邊只有28% 那什麼 支持度跟接受度又有什麼差別呢 所以說就是做問卷的這些人 認為這兩個名詞是有差別的 那像支持程度又是怎樣的感覺呢 支持程度就是 浴化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要是個男生 那你覺得我做變性手術 你可以接受我嗎 好啊 我覺得很棒 我支持你去做這個手術 然後這樣是比較主動的 你覺得 那接受呢 接受又是怎樣的感覺 嗯 其實我原本是一個男的 但是呢 我覺得我應該要是個女的 所以我去做了變性手術 那這樣你還會跟我當朋友嗎 我還是會跟你當朋友的 這樣子就是要被動的去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說跟被動的接受相比 主動的支持是比較正面積極的態度 所以結論就是 第一個 做變性手術通常源自於自身的想法 第二個 實施呢 實施變性手術 對變性人有相關程度的幫助 第三個 變性人是期望家人得更同的 可是 對我們剛剛的問卷可以得到第四點 做變性 而且與變性人的關係遠近和接受度是成反比的 所以由此可知 我們台灣人的 對於變性手術的接受度是比較低的 這是我們的參考文獻 然後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最後是提問時間 想提問的請舉手 請舉手 喂 據我所知啊 就是如果有說錯請就證我 曾凱欣老師他在變性之前曾經有一段婚姻 然後 他做變性手術其中一個很大的一個動機式 因為他的妻子過世了 那我想請問你們 就是在廣談過程中 有沒有了解說他們以前在 就是曾凱欣老師對於他以前的婚姻的態度 嗯 老師他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他是女同志 可是他想變女生 所以 由此可知他的婚姻是可行的 但是 嗯 比較生理需求的 他就會盡量滿足他妻子 但是 他還是沒有得子 就是他還是到現在還是西下物子 謝謝同學的提問 謝謝同學的提問 就是那個你們未來有可能在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嗎 就是因為你們只發了75份的問卷 可是你們卻說 就是這可以代表全台灣對於變性手術的一看法 我覺得讓本數這樣多寡 可能會影響你研究的結果 嗯 這一點我們 就是知道 但是 我們發出的75份問卷中 我們選出的50份是有效問卷 就是 這裡面的雖然是匿名 然後 未來我們也可以從這邊去改善 可是這50份的問卷裡面 每一份都是有效的 我們有用我們的邏輯去判斷 這份問卷 是不是這個人在正確的判斷下 所寫出來的問卷 就是因為你多發一點 有效問卷可能會多 你又跟你發500份的話 你有可能研究的結果 就會從36發變6發自費 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問題是比較長 然後又比較去難 就是很少人會願意幫我們寫這個問卷 所以才會導致發出來的分數 跟拿回來的有效問卷那麼少 好的 謝謝 謝謝同學的提問 謝謝 剛剛同學的大家好 讓我們再請來掌聲 謝謝他們 謝謝